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摩摩 何摩摩 何摩摩的眼神有点渣人的感觉 快我们首先来做个介绍 大家好 你去找吗 快捉住了 大家好,我是林默 林默 我是林默,对啊 你不是我的成相 我是你的大夫给你干 真的 大家好,我是傅云哲 你是啥呀 我是文官 无奈最高童章 黄漂亮 好 下一位 你是运使大夫 你是喜欢啊 我是运使大夫 好肉啊 这个名字 好肉啊 什么鬼啊,这个名字好肉啊 好肉啊 我是禁军首帝 这个名字好刺客呀 禁军首帝可是很威风 大家好,我是幸运首帝 你 你是 你是墨君 墨君 好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们皇上大喜致 所以 12月21号啊 12月21号啊 对啊 谁出生了 明朝国国皇帝 其实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在12月21号呢 在 1328年明朝开国皇帝 祝愿账成 主要成就 推翻盟缘统治 你这样说的很久 你不能做平等建立明朝 开创恒武之志 还有吗 还有一个台湾的诗人 叫做余光忠出生 哎 余光忠 你们应该听过他的那个诗 香愁是不是 对 余光忠先生 对然后他那个 就是有个诗歌叫香愁 应该大家都听过 是没小小的邮票 对好像就忘记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母亲在里头 那好感人 我在里头 我第一次听这个香愁还是 哈哈哈哈 对 还是我们的一个 干嘛啊好像今天就没有人生日了 对吧 对啊今天就谈他 几位伟大的人 今天不是 今天好像还有 那好我们现在进入下面一个环节 就是诗歌环节 今天不是那个江湖穿乱 什么 你们不知道吗 就是那个 哦 敏侦探柯南 看到了看到了 哈哈哈哈 龚崎俊 暗本骑始 高桥流的妹子 九宝带人 鸟山明 魏天荣一郎 青山刚唱 藤子F52熊 上次背的台词啊 毛利小五郎 毛利小 除了这个呢 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个主角 对 也是我们从漫画中 就是我们的1970年 香港出名演员 哈哈哈哈 古天荣前辈的出生 怎么还有一个 我怎么都没看到啊 哈哈哈 对就是这位几位伟大的人 伟大的人出生的地方 好像除了这几位 我们今天晚上就不记得 就是 对 对 还有我们第五位小黑 还有一位很伟大的人 就在 真的吗 是谁啊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哦 那是十一吗 今天过生日吗 哈哈哈哈 十一刚年过 不但你 你不是上次 你不是再晚一点吗 你是多少号来这 我好像是一月六号 哦不对 那是余梦阳吗 那是余梦阳吗 你过生日吗 今天 你算过余梦阳的呀 哦难道是 哦是我 哈哈哈哈 这个 你最好news 准备想 你敢敢对黄色嘴 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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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那今天是谁的生日呢 对 没错 就是我们的直播主 好了 不是啦 来 我们祝 为着生日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实吧 今天不是生日 就是我们老板的生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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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孙航 你生日在什么时候啊 哈哈哈 本少爷好像在京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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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发现呢 是啊 哈哈哈 等一下 我口水流出来了 哈哈哈 这么巧哦 哈哈哈 这么巧啊 哎 那你生日还这么淡秃 我们都还没有准备 生日蛋糕跟生日礼物 没事没事 就是我觉得 嗯 那我就送你一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 哈哈哈 我比较喜欢能够看得到的东西 实在的东西 那我给你 你得送有份量的东西好不好 所以打印生日快乐的东西 请打给我 好 祝皇上早日踏遍江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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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皇上是快乐 哈哈哈 你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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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 哈哈哈哈 不是一来看见林默飞出去的意思 哈哈哈哈 我真的受不了 刚才真的受不了 我来 哈哈哈哈 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了 长嘴 我自长了自己长自己 去年孙一航过生日的时候 他还在日本 然后我给他录了那个 去年吗 他过过生日吗 去年不知道是谁 在那个视频里面说 孙一航等你回来 生日蛋糕一定补给你 我们一定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没有人 哎呀没有人提 哈哈哈哈 你回来的时候给你几个拥抱 然后就去排虎了 你知道吗 我回来的时候他回来 然后他回来了 我到说不是说好 回来给我 怎样 你们是怎样 你怎么回事 而且去年过生日那天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跳了一天的舞 哈哈哈哈 对啊 从早上 你要一直一直 不是 从早上去跟老师说 Teacher today is my birthday oh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 jump and I will dance yes 啊 哦 本当了ですか 啊 本当本当 就是他问我是真的吗 然后结果是很 你知道 哦 真的吗 哦 是的 是的 对 然后他就说 就你说他问你几岁 然后你说 17岁 16岁 16岁 然后他说 哦 你不是23岁了吗 哇 这种感觉 我真的很受伤害 你知道吗 那天我说我过生日 然后那个老师他问我 哦 你过生日啊 你多大 我说我16岁 16岁 你才16岁吗 我说 那不然你以为我多少岁 嗯 20岁以上吧 哈哈哈哈 我当时 我当时真的很真真的 对着镜子看了我的脸 哈哈哈哈 20岁 我就真的当时受到伤害 他说 哦 难道你不是20岁以上吗 这个 嗯 他在干嘛 今天可能只是30岁 哈哈哈 来不住 所以好30岁是不是 哈哈哈 华日30岁 便是一个不朽的成果 请问你怎么生子没有啊 哈哈哈 皇上啊 30岁 可是是一大成 哈哈哈 嗯 好了 大家记得跟孙行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哦 记得 我记得 怎么回事 我记得 就是我 就是为什么我那个 就是第一天 为什么我一个人会走下水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什么地方 拍了孙行的 哦 那个是不是一切都会过去的 不是那个 哈哈哈 哈哈哈 他是哪个 在舞台上 就一个人走下去 下台了 哦 哦 我以为你要说很感人的那种 一个人走不下去 结果是 你在舞台上一个人走不下去 哈哈哈 还不管我们 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你们肯定是没有听到 因为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 嗯 他不是 对 他说我们就是 就是跳完舞以后 第二次舞跳完舞以后 自我介绍以后 就下去了 对不对 然后你们看到 主持人在那边上面说话 然后就没有敢下去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在下面 然后我就 嗯 然后我就 我就拍了一下你 我就拍了一下你 然后我走下去了 我还以为你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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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跟着我下来 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就看了一下你 我决定 就是你没有过来 然后我决定还是自己下去了 虽然说 哎这个人在干嘛 不是 我也很莫名其妙 他当时拍一下我 然后他 我也 我也当时就想 一个坚定的眼神 是我一个机会当时拍 就是那种 我以为他是那种 就是一个坚定的眼神 然后我也一个坚定的眼神 哈哈哈 我觉得如果他拍我出来 我拍我 然后他说 大家好我是李莫 哈哈哈 你自己也就跳过了 对啊 但我觉得你这样拍的 就 就会很唐突 你知道吗 所以你更为机会深刻的 就是这个 对吗 那我对Z行机也深刻的话 想想看 最近的话 你给他挤痘痘 不是挤痘痘 挤痘痘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很久以前的时候 还没去日本之前 因为这发生在前几天 你在学校里面 关闹口的事情 对 哈哈 我算了那个其实也不太好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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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其外他这个人更 嗯 等一下我研究好想 我做深刻 你有什么 跟我特别记忆深刻的事 有 有一个记忆深刻的事 那是在日本 啊 你在日本 没有 我们一起去的 我们一起去 好像大家跟我记忆深刻的事情 我记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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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记忆深刻的 好吗 不然怎么会记那么久呢 对吧 嗯 那次呢在日本 就是呢 他觉得他就是很帅 哈哈 哈哈 走路是这样 他就去戴 某个人的眼镜 你知道吗 很大的 记得吗 上差啊 就你就 就 很算 结果 那个 随笔 放出来之后 我 看了一下 我不想听到你说 哈哈 哈哈 就没有了 嗯 那我当时觉得 就是有点 就是有点 哈哈 突然来了 灵感 就是走在日本那个 就是一起去的时候 你看见吗 就是一起走在那 我们不是当时还化了妆做了发型吗 然后就是拍完之后 然后光了一个 我觉得好冷啊 光了一个庙绘 我就特别 我觉得特别那个 嗯 哈哈哈 然后 然后 先给你个吧 哈哈哈 然后看见周围大家看我的眼神 都是那种 我还有当时就是觉得 大家肯定都觉得我特别的帅 然后 哈哈 走到那种 越来越六亲不认的步伐 哈哈哈 然后 当时 然后我现在想一想 应该是当时 周围的人都挺想打我的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因为你每次 每次不管是什么 演出什么 机场 你全是这样走的 不是 嗯 哎他到机场真的是 对吧 哈哈哈 真的我每次看他上去机场 就是凹造型 其实 你刚才说话了 他他不知道戴耳机 我也不知道他 他到底听到没有 戴耳机就是 就晃那个身体脖子 然后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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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后面想把头给他这样固定住 给他固定住 哪怕是一两秒钟 我会是开心的 然后我还得很帅的那种 你跟我讲话 然后我还有那种学长 哦对 他每次还那个 掏包包 他是最慢的一个 就是我们都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他一看后面收拾东西 什么装充电宝啊 装手机啊 装什么护照 全部往里面装 就是很慢 他就会很炫耀的就给旁边的 他那一撞就在那笑着 他那笑容很内 其实你知道粉丝都是这么想的吗 哎呀所以好用的跳舞 你不也是吗 我 李莫 我吗 李莫就是走了一半 他就你知道吗 拿出那个摄像机 对 那个英英怪 人家 英英怪就是 英英英 你就说 拴摄就说 就是英英怪 水水他也就是 就是说英英的怪 我就说 傻呀 没有 没有 这已经很怪了 这已经很怪了 那你们其他两回呢 其他两回呢 干嘛啊 真的 没有 我真的只能其他两回呢 一定得说出两分钟的意义 有一次特别尴尬 有一次特别尴尬 对 就是当时我在房间里唱歌 当时唱那个歌特别大声 被呆拔完了 osition 然后ili 然后突然 看到 好像亮升了门外 他一直看着我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他很神经 他真的是那种 就是这样的人 我看着带着点看着我 然后我都说 老板 你自己小一点 不 而且我身体很严格 我昨天 真的要被气死昨天 暗中观察 就是我也不会说什么 我就一直盯着你 我就盯着你毛骨锁了 我就一直看着你 其实我也不会 就是没有什么表情 我就 我就 最后我觉得你这个没误我的厉害 虽然我在那 我快要睡觉了 然后我听到演出有那个音乐的声音 然后就很响很响 然后我说谁到底在半夜三更放音乐 不是手机都被没收掉了吗 然后我在找找的时候发现是 隔壁床 在隔壁床就啪 就声音声那个地方 我就跑过去发现他插了一个耳机 然后那个耳机声音特别大 他睡着了 我直接把他拍醒了 你把耳机给我关掉 他就像那个狗 突然被叫醒一样 怎么了 然后立马就把那个行李打拔掉 干嘛 我真的有这么解嗨吗 你讲的那个 不知道你现在要这样的什么意思 你呢 他发发现这个人和他有点相似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样和同事得罪了两个人啊 告诉你 还有 张嘴 那个 开胃 掌他的嘴 开胃 且慢 我亲自掌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会破坏了 讲啊 讲啊 好像就是当时 好像是 就是 去游泳的那一次 啊 然后 然后 后面游着游着游着 然后就 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去针桑拿了 然后 好哥 一开始进去 背着着毛铃 走进去了 然后往那里坐 啊 真舒服 对 然后做了每一套半分钟 我不行了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有点是好 不行了 完全不行了 哎呦 晕过去了 不行 来着我们再数半分钟就出现了 不行了 一 二 就真的说了 一百二十 就一直在说 啊 一般一 一般一 哈哈哈 你们那边是家师的 我们隔壁是 没有 后来 对对 真的很棒 后来我们又到了隔壁 你知道吗 我们一直到个留守 哎 哎 所以好像你也去了吗 我去了 就是你没有去 我以为 就 我们俩没去 因为我们俩没完 应该 我是没有去 我是被强行拖下去 哎呦 我一个人 你当时 有没有跟我一个房间 他走了之后 我也是一个人在房间 我们有 好早哎 爽嘞 哈哈哈哈 再一个爽嘞 我们就是 我们 我们五个是一起胖的 你一个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浴缸很大 你知道 对 真的很大 我们还在按摩 那个那个 对 我们还在 对 人家都过去了 你们还想怎样啊 手留按摩 反正我不懂 我 就学会 啊 这样子 哈哈哈哈 干嘛 你们觉得我的笑声很小 哈哈 黄少鑫保持你的威严 好吗 哈哈 好了 到我们第二个环节了 哈哈 干嘛 我感觉 真的好敷衍 这个敷衍 就是 好了 好 第二个话题 我在你心中 是哪个漫画 动漫形象 谁在谁 是你们在我的 哦 我知道 我怎么也好像在我的 我的心中 不是 是 闭嘴 我的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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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我心中 你们分别是哪个 动漫 哦 就是问你 对 问吧 有点奇怪 我怎么拿来 说吧 哈哈哈 有点奇怪 很棒 迟一 我发现 迟一我觉得它很像那个 你看得到迟一啊 哇你很棒啊 哇你也别好 我都打得去 我们非洲三个字 咋的来 就我跟余苗两个人 都可以看到了 你们都看到了 哈哈哈哈 诶 等一下 余苗 怎么少了四个人啊 嗯 怎么就不是咱俩啊 诶 现在是白天 诶 等一下 没有关灯 没有关灯 我觉得奇艺就很像那个 光头的那个叫什么 光头权 不是那个 一拳超人 那个奇艺老师 你也看一拳超人啊 把他的头发气掉之后就是 哦 跟他有点像 诶 诶 真的 他也挺好像哦 就是很像那个 就是那个样子对吧 怎么了 一拳超人奇艺老师 一拳超人那个光头杀手吗 不是 不是 他是 有史以来就是 所有的二次元动漫当中 就是 弹幕会唯一就是担心反派 会被打死的 哈哈哈 就唯一一个 就是他是一个很强的人 他有一次他跟别人打架 然后那个人说 我这个 他说我的这个能力 就会持续到下周六才会消失掉 你就等着受死吧 然后他就想 下周六 那么今天是周六 然后他他他他他在想的 他在想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是被那个人打的 他想那么说 下周六的话 那么说今天那就是周六 今天是周六的话 那么超市他就应该会打折 对对对对对 如果超市如果会打折的话 那我现在就必须干掉你 然后他就还有一拳把别人打死了 啊 讲完了 什么 我们有点紧张过吗 你还紧张 你好紧张 我觉得 和露露了 他就像那个 超级赛亚人 哇 石龙珠的 嗯 就那个突然变身的那个 是吗 金刚芭比的外号没有呢 哈哈哈哈 那那个超级赛亚人 尖金刚芭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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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分尸两脚哈 就是他的肉是金刚芭比 然后头是什么 什么叫肉是金刚芭比 好可怕 肉是金刚芭比 是什么呀 换头换上眼了 是吧 我觉得 林默的话就像 名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名人是谁啊 就那个瞎子 名人都不知道 啊啊啊啊啊 名人是啥子吗 你们在干嘛 我刚才说了一句 哦 黄头发的那个 黄的 黑头发的 黄 哇 哦 笑给 那个短头发的 撒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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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感觉 对啊 就像那个 明人一样 就特别有点搞笑 有点二的 搞笑的不应该是 露飞吗 而且还穿拖鞋 跟露飞就傻 那非那个就是单纯是蠢了 明人就是搞笑 你知道吗 有些那种 你还不是傻 你知道吧 你还是要比傻笑好一点点 哈哈哈 你还是搞笑的 对吧 嗯 嗯 你还是想 你 你就像那个 这个是啥吗 哈哈哈 无图骑士 译文 哈哈哈 谢谢哪个 啊 算了 我能换一个 你们可能没有听试过 嗯 我们那个老师 哦 漫画是什么样 什么东西啊 哈哈哈 我怎么觉得老师 啊 你像他 啊 好像 嗯 你像那个 你像 嗯 你像 嗯 嗯 你像刚刚念里面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刚念 刚念 你的肌肉跟平常的一样 他像一种 很喜欢健身的那种 哦 他可以动人 你知道吗 他可以想弄什么 什么 然后你就像那个 用兵的那个 用兵 用兵 好弱哦 哈哈哈 你啥用啊 好像他第一集就挖掉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是不是又跑了 哈哈哈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像 哦 你像 那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可能看到动物太小了 哦 我这样就像谁了 你像七龙珠的那个主角叫什么 哦 终于是个主角了 但是龟仙人 我是龟仙人 那个 就是啊 悟空 对 他像悟空 啊 对对对 他跟你很像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经常会蹦来蹦去的那种 就是 哈哈哈 对啊 因为 悟空也是那种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经常蹦来蹦去 然后就 然后我每次看他跳舞 我也是觉得 哈哈哈 就是不是说你不好 就是 不是 就是你懂吗 就是感觉你跟他很像 啊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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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吗 就是感觉你很像悟空 明白明白明白 好 终于讲到你了 他跳舞跟我一样啊 哈哈哈 有吗 真的假的 嗯 嗯 这么夸张啊 请问你是几个Eason 哈哈 嗯 啥呀 他是名人 哈哈 他是个瞎子 哈哈哈哈 名人跟瞎子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刚刚 和 什么 哦 我知道父亲者像谁了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 这个火焰人之人里面的我爱罗 嗯 是不是很像 没有眉毛 对不对 这不是很 眉毛很重啊 你不觉得如果他换一个红色的头发 就很像我爱罗 哦哦那个红头发那个吗 对 后面再背个葫芦 你这不觉得很像我爱罗 对吧 挺像我爱罗的 是吧 就那个用沙子 哦 我知道 对不对 因为他挺像我爱罗的嘛 就是跟他换个红头发 那把眉毛给他剃掉 哈哈哈 哈哈哈 那那个小刀给他一根一根剃掉 哈哈哈 他很像那个李洛克啊 浓眉的大衣 你不是 你们知道我想谁吗 蘑菇头 你们知道我想谁吗 我知道 我都还没说过 你怎么知道 迷人的那只起花 你们看过那个小熊维尼吗 哦 看过 里面有一只 蓝色的毛驴 哦 我知道 哎 不好意思 这个环节新鲜 真的 小熊维尼 你们去看真的巨像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 很阴沉 头发跟你很像 是吗 头发 你知道我觉得我像谁吗 不知道 像香克斯 哈哈哈 那个叫什么 傅公公 砍头 怎么拉出来像香克斯还不行啊 嗯 他是我 什么时候的偶像 我觉得我不能像他 就是我觉得我会侮辱他 哈哈哈 那你像吗 开个猴 开个玩笑 因为 我不想变成独臂大侠 哈哈哈 嗯 我觉得我像那个 神秘 鬼戚里面的淡丁 淡丁 淡丁 弱啊 淡丁 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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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帅 你知道吗 这个人浑身就散发出一种 就是 就是 就像我平时那种 淡 哈哈哈 就像你那样 平时我那种 啊 你这个名字感觉像配角 钢铁小宝都比你强了 哈哈哈 不是 铁甲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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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钢铁直男 说的就是你 卡布达 哈哈哈 好了 我们 进入下一个环节 韩哥知多少 哎呀 好 对下面就是 快问快答 首先呢 就是 呃 傅应泽跟孙艺航 一起来回答一个题目 就快问快答 不能思考 回答是 就是我 我来说 OK 三二 我说我会说两个词 你们选一刀 三二一 动漫滑板 动漫 哦哦 哈哈哈 好第二个 肤色身高 身高 哈哈哈 第三个 林默和洛洛 和洛洛 哈哈哈 对不起 对不起 啊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好像是必须要得罪一个的感觉 哈哈哈 我没有 就是一个你特别没有好家伤 哈哈哈 都是砍头 哈哈哈 好来来来第二个 十一根 十一根碎糖 OK 软糖硬糖 硬糖 硬糖 手练帽子 手练 你们就是跟着你 哈哈哈 我听到他 你听到他说 手练 我听这个很难 在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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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篮球 啊 就心理暗示好吗 为什么 因为我身体做 他是个 中学人员 没有办法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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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用对的 哈哈哈 好 林默 林默 他谁啊 哈哈哈 我跟谁啊 我跟谁啊 林默跟孙一航 嗯 破东谷运动 破东谷 哈哈哈 小曼 哈哈哈 日本重庆 日本重庆 哈哈哈 哈哈哈 重庆 重庆 对不起 广大重庆的民伍 我对不起你们 我我该死 我该死 哈哈哈 你慢一点 火锅 小面 火锅 哈哈哈 看着自己的 哈哈哈 他火锅吃腻了 小面吧 小面吧 这样吧 最后一点 林默 孙一航 林默 哈哈哈 你都是自私的 OK 那我来问 好 我来问 嗯 林默 林默跟孙一航 哦 哦 舞蹈吉他 舞蹈 哦 孙一航你不是很热的跳舞吗 好吗 红色紫色 紫色 哈哈哈 哎呀 我不原了 上海 海 哈哈 哈哈 快点喔 山 哈 山海 黑露露你呗一下 孙一航 你就名叫呗一下孙一航 我说都名叫 鬼屋过山车 哈哈 他们两个人都很怕 我跟你讲 他们两个人都很怕 嗯 好 你们已经知道了 上一个吧 太阳和月亮 月亮 哇 海苔和奥利奥 奥利奥加海苔 奥利奥加海苔 奥利奥加海苔和什么馅 我没吃过 哇 河鲁肉 喜欢吃多么的 跟那个咸肉月饼有什么区域 跟五人月饼有什么区域 对了 上次送过的黑色月饼 所以我一口都还没吃 真的 那天我就跟慧珠讲述 又扯到月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段时间 这上一年过年 就是过中秋的时候 我就吃过一个月 它是黑色的 你就别说了 我们把这 就是你要说的 你要说的写下来 下一个环节就是为你写诗 就是它是什么 让我看一下啊 可以是正经的诗 它说也可以是以孙一航开头的诗 对 好 就自己编诗 就是要 就是藏透诗嘛 孙一航生日快乐嘛 子孙 camera 孙可以吗 孙 子孙 孙你好 孙你好 孙从 孙的话 孙的其实很难 你们谁想好的 谁就可以先指 孙愿 其实孙的话很难指 な 可以 要么想一下 好 我们谁先 诶 我来清点吧 虽行咬弦 孙夜行可以給翼安樂社做首詩 慢手嗎? 沒有 有 孫夜行可以給翼安樂社做首詩 你自己看不下 好 我們集體沉默2分鐘好不好 孫子冰 孫子冰 那不是一行吧 是一行吧 一行 一更难 行行 嗯 好奇怪 孙孙 有意义 乖乖 我的个乖乖 孙孙 我的个乖乖 我的个乖乖 那是谁 我的个乖乖 义丹音乐的书 乖乖 乖乖 哦 看到了 这个藏头诗是送给 这首藏头诗是送给 藏头诗还是藏头诗啊 藏头诗 是送给孙一行的 名字叫做 一行 很文艺吧 一 是一行的一 行 是一行的行 生 是生日的生 是 是生日的日 快 是快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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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如给我唱一下哈特巴斯的吐 这个 你这个不是那个啊 藏头啊 你耳不藏头啊 我今天就要让你们给我唱哈特巴斯的吐 快点 好 谢谢大家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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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现在剪掉这个真的太低缩了 我现在不是 我是小熊 对啊 一是一行一 不用说了 这种诗真的很棒 我想到一个诗 像是一个有融化水平的孩子 今天凡奇剧也好 想要把 把所有祝福送给寿星孙艺好 哇 很棒啊 证明我那个有机点啊 一是一行的一人 迟一不要躲了吧 要这样吧 我们集体来手 集体来手就当作是 你们一人来一句就行好 就是 隐私 一是一 那我们开头 那是何乐乐开头 家里后宫三千 一行风度翩翩 没有下一个了 等一下 生日不想送钱 只好 红包甜甜 红包甜甜就是我过的故事 还是送钱吗 送钱不好啊 送红包啊 没有我喜欢送 你喜欢我写短账 我喜欢短账 就是支付宝带我账 那这样吧 点几个去年的日本的视频 再给你放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上一年的蛋糕呢 给我拿出来 上一年的蛋糕不是被你们吃了吗 好了 既然你们编不下去了 那我们来接下来的送歌环节好不好 好 去之前前辈的爱我的人谢谢你 对 这首歌我很喜欢 因为我很早之前也听过 然后 就是 很谢谢 很好听真的很好听 对 我觉得这个歌 送给我们 正在跟我说说的C 你要唱一句 他没有听过吗 我听过 但是我也有些东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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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听着 好听的歌曲 也别忘了 跟大家说再见 听着好听的音乐 也别忘了 下周周三晚 九点 准时收听 一安电台 一安休晚 我们不见不散 哇哦 哇哦 感觉 伏人伏晴 我们的距离 一安 又 birl 我们的关系 我是你的明星 而你是知情 每一次掌声响起 多少爱沸腾在你手里 告诉自己 千万不可以对不起你 唱一首爱的歌曲 让我用真心对你感激 爱我的人 我真的谢谢你 多么珍惜我们的默契 故事有你同心 骄傲与你同温协议 千年凡雨 千年凡雨 多想你也相信 我们终究今天 只应有你 每一次掌声响起 多少爱沸腾在你手里 告诉自己 千万不可以对不起你 唱一首爱的歌曲 希望它能够让你问你 爱我的人 我真的谢谢你 唱一首爱的歌曲 献给我最最深爱的你 是你的爱 让我们的结局 走到这里 远远的我成你 对我深信不疑的眼睛 爱我的人 我真的谢谢你 静静静的握着你 静静的握着你 写满我们约定的手心 未来的路我不能没有你 对不起